好,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當一組資料經過評寄跟收縮以後 它收縮前跟收縮後 它的標準差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之前說 標準差有很好的數學性質 好,我們來證明它這個數學性質 這個其實之前我們就證明過了 那我們現在再證明一下 這個假設第一個 這叫第二個 我們用更簡潔的符號來代表 就是 Y現在是等於AX加V 然後兩邊的話取平均 就等於AX加V 整個取平均 那這個就好 兩項相加取平均的話 等於第一項取平均 加第二項取平均 就是AX取平均 加上V取平均 那這是常數嘛 它的平均就是它本身嘛 那這A的話是常數可以提出來 所以是AX的平均 加上V 這樣就得證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這個呢 比較重要 我們來看看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 依照定義 點多少 就是等於這個時候 這個是 y-y bar 平均 的平均 就離差平均的平均 這個就等於 但是這個 好 那現在等於多少 不過 這個是母體的 這個是母體的標準差 因為這個 因為這是總資料數 全部的資料都在 所以這個呢 也是代表母體的平均數 這等於多少呢 那我不知道y等於多少 y-y bar 的話 嗯 y現在等於 AX的加V 那y bar 等於AX bar 加上V 一減 一減等多少 這樣一減的話 是怎樣 y-y bar 就等於AX-x bar B-B就0 所以剩下A XZx8 因為這是平衡 我要平衡 我就平衡 就成了 平衡 那就平衡 那要取平均 那是常數可以抽出來 一抽出來要的話 把它拿到跟它外面的話 就要變成要加均對值 然後平均S 增加S8 這個是母體標準差 事實上什麼呢 樣本標準差也有這個性質 我們來看看樣本標準差 樣本標準差的話 這個它編譯數 編譯數我們叫S Sy 這樣等於多少 這樣是等於那個 嗯 一差平方 一差平方的平均 標準差 對啊 這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那個 現在就是N-1 那這個就是I 這是Y I 減掉Y8 平方 那上面這個的話 可以把它弄什麼都要呢 N-1 那Yi-Y8 我們知道Yi等於多少呢 等於 ASI 加均 那Y8呢 是等於 AS8 加均 1 減多少呢 Yi-Y8 等於 A A Sy 然後兩邊給它平方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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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平方 Sy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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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整個 好 這會變成A的絕對值 然後這是 M-1 好 這個 前面有7個馬 A平方 7個馬 然後這7個馬 I等到1-M xi 減掉s-part 平方 這個就是以X當變出的標準差 所以這是A-X 所以不論母體的 這個是S 樣本標準差 不論你這個是母體的 或者是樣本的 只要它有這種關係式的話 這個式子都是成立的 就滿足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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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